我想說一些關於拉薩路的事。 昨天我們祝福了拉薩路的復活, 我記得耶穌如許祂的朋友死去。 如果我們看到聖書, 我們說祂在聖書, 祂在聖書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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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會看到聖書, 祂在聖書, 他在聖書, 說祂在聖書, 所以很多時候, 神常常運作的方法,與我們想像的完全不同。 馬撒路的兩個姐妹,馬拉跟瑪利亞都了解耶穌, 因為他們看到祂行過很多的奇蹟, 所以他們都說,如果耶穌有到場的話,他們的後兄弟不會死。 耶穌的確是讓他的朋友死了。 耶穌為他哭了,所以他愛他非常多。 而他愛拉撒路到一個地步,甚至痛哭和哭泣。 很多時候,如果我們說, 如果有些事很嚴重地發生, 我們希望有些幫助, 很多時候,耶穌沒有來協助, 我們在個人的生活上, 可能有經歷到非常渴望神來幫助我們。 也經歷到神的一件事, 好像神沒有來協助。 也經歷到神不僅沒有幫助我們, 還允許我們沒有到死亡的地步, 也經歷到很多苦難, 也經歷到很多苦難, 但是我們必須要記住, 耶穌的確就在我們旁邊。 神沒有禁棄我們, 神沒有禁棄我們。 他在等待災難來臨, 可能是因為他在等待要賜給我們更大的恩典。 一個我們無法預料到的恩典, 就像他賜給拉薩露一樣, 去從死亡, 去走在那些人之間, 後來後來, 耶穌的聖誕節和聖誕節, 甚至在聖誕節後, 在聖誕節後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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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聖誕節後, 犯人在聖誕節後, 聖誕節後, 在聖誕節後沒有光完, 但是沒有光完, 他自信一 Oy弄沙頓和聖誕節後, 有pei successful river to come. 聖誕節後, 聖誕節後, 覲了聖誕節後, 是否真的活在生呢? 我們知道從其他聖書中, 當他復活了拉撒路後, 聖經主義人們發生什麼事? 他們決定要殺他, 他們決定要殺他。 不記得在耶穌聖書中, 關於有錢的人死去後, 請拉撒路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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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拉撒路請拉撒路, 請拉撒路, 請拉撒路的, 請拉撒路 請拉撒路去告證他的兄弟, 但你會說,現在拉薩布的另一位拉薩布, 當然,他告訴了很多人, 但是結果是, 結果是,他決定要殺死耶穌, 因為他做了這件事。 在實際上,這另外一個命名拉薩布的, 的確有死裡附身, 而去告訴一切人耶穌做的。 可是他這樣做的事,他們想要把他殺掉。 By the way, 拉薩布的傳統說, 我們不知道是100%的真實, 但是,拉薩布的傳統說, 拉薩布的傳統說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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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在第二種生命中, 常常吃很多糖, 因為他在死亡中, 嘗到死亡的苦處, 所以他常常需要在嘴裡喊甜的。 現在,我們看到今天, 我們在祈禱進入耶路撒冷, 也在祈禱進入耶路撒冷。 耶穌做了一個非常謙卑的舉動, 但是,這就是因為耶路撒冷的象徵國王的來臨。 看來的時候, 對此的第一一書《王爺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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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時候, 他吩咐最高職位的成員說, 帶一個女子把所謂的放在上面, 帶領他進入耶穆沙人。 非常奇怪, 甚至在《耶穆沙人》, 《耶穆沙人》, 這不是很奇怪, 就是自從出埃及祭以後, 有在國王要祭會的時候, 他們都已經是做整個秘職。